昆明本下穿的时髦一回 却被吐槽像淘宝风白白浪费两万多名牌 不要以为天王嫂就是一种气场强大 而且穿衣服总是穿不错的女王 就像今天这位一样 虽然二十多岁已经生了两个宝宝 但是很多的身材依然不错 造型上面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昆明本来就是混血儿 所以很多的时候感觉她的样貌和身材 跟很多的亚洲女孩相比 都是更加的有乌美风 她本想穿的时髦一回 却被吐槽像淘宝风 白白浪费两万多名牌 像这样一款比较奢华的粉色裙子 其实造型看上去非常的有大牌感 昆明活脱脱一个就像是二次元的少女 而且很多的发型颜色 包括鞋子的搭配 都是非常的有少女心 毕竟是出席一些国际的时装中啊 造型上搭配的如此 有淘宝风实在是觉得不应感 尤其是旁边还坐着两位男神 这样的合影效果 是不是觉得女生也偕老了 昆明被称为是拥有着 跟她的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感 特别是选择衣服的时候 仿佛造型是跟她是不是有点摩擦的 尽管打造的服装造型是粉色为主 可是这种靓丽的感觉恐怕现在的乡村风都不选择这样的衣服了 如果不是因为有着天王嫂的名头 恐怕就像路人了 昆明去盘点她的服装 更加的发现很多时候都过于繁重 白色的裙子本来都是小清新的 但是拖地的效果 亮片的造型实在是不和谐 连打底话都要选择一些颜色花花绿绿的 这样的搭配的了点 今天美女明星们都不能够嫁语 不知道很多的姑娘是否也踩过呢 昆明比起穿上非常昂贵的大牌 其实她的很多街还倒是清新自然的 衣服的款式虽然简洁 但是很有小心机不仅是腰部镂空 或者是秀出美美的身材 逛街约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跟风景也很搭 图片声明 图片来源网络 如有亲权请联系作者删除